继续挑战花友们寄什么花 我就给他养什么花 这是一个花友寄过来的一个 这个叫什么呢 叫紫藤 对 紫藤 先打开吧 先给大家看一下 说是有八年的紫藤了 你想想它可能有八年嘛 我跟你说 我不知道还给我系个羊腿呢 我整个这 这这这这这 哎呀 拆这个东西好累啊 我感觉 好 现在咱们大家伙 已经看到它的庐山真面目了 说是一个紫藤 还送了一根小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下面那个根块 特别的臃肿 我跟大家伙再说一下 老花一个人非常不建议 大家买这种大龄的老装来种 就算是你买了 你就是虽然说 时间长了以后长的是挺大 但是到了你家里面 它的反应速度很慢的 你都不如买个小一点的 为啥呢 我给你打个比方说 你又找对象 你咋的你还喜欢找个老头 你是准备把它熬死以后 继承它的花呗吗 宝贝 你找个年轻不漂亮的就完了 什么都会有的 对吧 你看 我说这个玩乐 这个玩乐 很难说是 复苏长到很棒 很哇塞 这个不可能的 你都不如买个这种 哎 那个苗了 对 你都不如买个这 给你讲真心的 你都不如买个这 这个呢 就算是得拿这养啊 没有两年 它恢复不了之前的元气 那么你现在买一个这种东西 有上两年 长得也不见得比这个小 因为 紫藤花这种呢 它是那种爬藤的 爬藤的 它会爬得很快 它不是看根有多长 好吗 臭吧 你一定要了解 我们我们也有紫藤 为大家看看我们的也紫藤 这个是在我们吉栅乡这边的这些 这个呢 现在还不到开花的时候 等到开花的时候会比较壮观的 这是它送的是吧 是送的紫藤苗吗 根都转了 都臭了都烂了都 哎呀 这是啥呢 先先先晾一下 先晾一下再说 非常不建议花友们买这种 而且你可以看到 下面这种呢 它都属于这种臃肿的一个状态了 你想想很多的话我搞不好 他就 你看这些个都是朽木 对吧 这里 你其实他这儿八经有生机的 就是这两个 这这两个分岔的岔子这 这这地方才有生机 而且这个根系 你看它都属于老化的 你想想 有这么多的肿瘤 这种木字化的东西 都朽木东西 这种根瘤壮的东西 它上来 它营养它不强浪费在这里 它光长大 咱那种瘤子吗 就是你像测柱子的时候 用这种东西感觉很好 不想挑战 真的是不想弄 真的花友 别说你看了头疼 我看了也头疼 说归说 闹归闹的 既然这个花友来了 我前提条件 我要告诉您就是什么呢 就算是这个东西在我这 我就是再用心 没有两年也回复不了它巅峰的一个状态 再有一个呢 如果说话 我们要买东西 尽量的买那种一两年的那种成品标 最多别超过三年 因为年轻力壮 年轻力壮的话 更加容易适应你那的环境 像这种大龄的 一个是发根脉 再有一个呢 它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个缓根的一个过程 缓描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不建议 非常不建议 这不是说你玩盆景什么的 而且有不同程度的一些根流 你看到没 这都是根流 这个基本上 就是在我眼中啊 它虽然说是一个八年的 虽然说你花200买好 花多少钱买的也好 在我眼里 它都不如 都不如这个快快 快什么的小苗子 值得培养 明白吗 真的不想培养它了 问一下能退化吗 能退化给它退回去 真的没必要 你看全是根流 你培养它干啥 根流是没刺的 你知道吧 就像西部江癌的一样 这种地方这里面 这个里面看到没 还有很多的这种虫子 它说明这个东西它已经烂了 可能很多的人喜欢看这种怪根 你知道吗 但是紫藤花 它是爬藤的 这是看花的 它不是看根的 好了 咱们经得了这个花友的一个电话沟通之后呢 人家也是说老板也不容易 是吧 行吧 八十来块钱 好好好 咱们就过钱了 就给它弄一弄 弄一弄 把这些死掉的根 你看这个 这个死掉的根 就给它剪掉就行了 没必要在那待着了 把根系简单的修理修理 很多话我不理解了 我怀疑你这么做是为什么 现在是不破不力的一个状态 你知道什么叫涅槃吗 小慧 就是涅槃 就是现在这个时期呢 就让它重新涨 所有的全部打破 打破全部 我把完成的镜子打碎 我把完成的镜子打碎 我们是养花 我不是玩盆景的 玩盆景的可能说我这么捉 是吧 咱们是玩什么的 咱们是玩盆栽的 盆栽跟盆栽是不一样 你考虑你要的是什么 玩盆栽呢 说我要的就是这个跟这种老太的美 对吧 我是玩盆栽的 我玩盆栽的 我就是要它 恢复的快 我就要它开花 我都开花这一块 它是一点用都帮不上 一点忙都帮不上 看到没 一嫩下来 对 它就是其他的那些个家 而且这个东西它只会造虫子 你看这样砍下来多少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生的对虫子的一个存在 你看这里全是这个东西 未来以后啊 高压一些的出来 你看这里我都想给它砍掉了 我没有很舒服的工具 没有那个锤子扇子 到以后啊 这个转起来的话 我就给它高压几颗 这个就不 不着急给它寄回去了 我看它也不着急要 那些虫子都打掉了 嗯 这里面还有根线的虫子 还有很多的虫子 看到没 看到没 没劲你别动 我让它看 看它 能看它 哎呦 让我弄死了 这里也有一个 看到吗 在动了不动了 它就很烦 这个东西 之所以长那个瘤啊什么的 都是因为这个虫子在吃 它不停的在吃 它就不停的在出预伤组织嘛 所以说它就一直 就这样子咯 你看这个里面全是那个虫 我砍下来的这个里面全是那种虫 小白药 救药 小白药得加量 好了 现在呢就是 差不多收拾完了 收拾完之后呢 咱们要找个花盆 方便给它种进去 我找了个这种趴着的 这回用土呢 就给大家来一个不一样的用途方式 很多的花友老会说 老花一你的用途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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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我跟大家说 这回我给大家换一种方式 这回呢 我们的底土啊 给它用我们这种不透气 不怎么透气 不怎么透水的泥碳 之后呢 稍微塞一塞 把它一个细杂杂弄出去 下面垫成这个 你这话说你垫成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别急 我跟你说 然后呢 我还给它撒一层肥 我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什么 我待会再告诉你 别亮别亮 好 接下来呢 去拿那个火山盐给它 那这一次用土呢 有点非同寻常 很多的花友说为什么 为什么 是因为啊 咱们这回用到的都是火山盐 好多的话说 我家里边没有火山盐怎么办 你可以用沙子啊 就建筑供应用这种沙子 你稍微塞一塞 因为像那种老装衣类型的哈 想让它长根哈 还是说以那个颗粒为主 就是以透气性为主 那有的话说 你下面垫这个是为啥 我这是为了让它保水保肥 因为我后期光用那个沙子 它也不行啊 那一袋老成了 那一袋五十斤 因为我刚才不是用肥料什么的 你后期如果说 浇点水啊 它一点纯水性都没有 我又说一说我用了一点这个薯子土打底 每个人对于自己种花养花的理解不一样 所以说你们要看一下 你们的理解是什么 可以用次玉土啊 用次玉土是比较哇塞的 好多话说我家里边没有次玉 你可以用沙子 用沙子一样的 好了 接下来呢咱们往这个里面撒一些这个小白药跟小粉药 来预防一下 可以多放一些 这是小粉药是沙菌的 这个是小白药是沙虫的 防了一些根线虫 烂吧七招的 接下来呢就一片透水 正常的去养护就行了 我的一个配处的理解就是 既不会 焖根又不会说是有很快的这个水都流失 这样的话就会减少我后期的一个养护成本呢 你看这个水它不会第一时间全部都漏下去 如果说咱们全部都光只用火炭液的话 这个浇水漏水就太快了 之后呢就是放到空气湿度高一点的地方 避免强光暴晒就好了 这个地方后期不会出现伤流 因为这个季节的原因 它应该是不会伤流的 好吧 因为它没有多少水分去伤流 之后没啥了 像这个 这个这个这些根裸露在外面的这些个 再给它盖一盖 用火山盐就最好了 整个的给它盖起来挺好的 咱们这样的话 浇了一边透水之后呢 为了更加的让它快速发根 咱们可以用一些生根液 用到的是这个混纹的快速生根液 直接往里边加一些就行了 加不大点不要太多 起一个诱发的一个作用就行了 好了给大家总结一下 然后呢第一啊买 咱们养花的时候不要买这种老的 你又不是为了那个什么 又不是为了搞收藏 第二个呢尽量的买那种圆盆圆土的 你少能回去再换盆了 这个会节省你很大的一个工作量 第三个呢再说一个配图 尤其是这种生装或者老装裸根来的 尽量呢要保持这个有一定的透气性 因为没有透气性呢 它是不长根的 很多的话有就是老是月明 为什么我老重不活 一定一定要记住这个事 再一个呢像这种 这种都是根流什么的 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事 能砍掉的就砍掉 砍不掉的话你就 是吧 记得用一些个药 像这些伤口 我现在呢又用到多菌磷 全部给它密死了 全部用点多菌磷给它盖住 就是多傻一点 这个不要紧多菌磷它不会烧化 再一个就是配图 配图的话 我有我的道理 我下面一层呢是为了 防止它快速的漏水 上面这些个呢 因为太不保水了 因为根系是往有水的地方伸的 肯定是往下引根 咱们往下引根 下面我也用了一点点肥料 因为肥料不会毛细上来 就这样子了 别的没啥 希望这个花椰花赶快活起来 土菜花椰花椰 养花最任意 想要寄养花的花椰 可以联系我们后台了 咱们下期再见 你看乡家送的这个小苗 也都是烂过 它之前把烂的刮掉之后 发过来 但实际上 它这里边还是有一些烂的地方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